Hello 各位好 一早早來到這個地方 真是很難得 四年一次 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 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就職 的慶祝大會 今天大家知道 有很多的來賓來了 整個海大革南大都坐滿了人 旁邊都是有人 旁邊很多外籍的賓客 現在陸陸續續了 接近半個小時才開始 所以慢慢會入籍 我們看到很多人已經坐在這裏 新光三月那一棟 台北車站的位置 這個地方總統府 不需要我介紹 上面寫著 慶祝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 走職典禮 OK Inauguration celebration for the 16th term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台灣 這個是 今天的外賓相當多 居保有700多位的外賓 日本也都有 對華的狠談團 華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國的意思 我想 他對華的狠談團 來到這個地方 你看華上面有一個調機 都是看到Videotaping 也有很多的議員會來 美國也派了這個官方的代表 基本上是他們的議會的議員 有好幾位都會來到現場 同時也看到龐佩奧前國務卿 和其他三位的隨行人員 總共一行四人也都會來 所以美國的外賓相當多 今天晚上也都是台南 有國見款待這些外賓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尤其是台灣現在是有些風雨飄搖 外面的有中共的打壓 和美國和中國的對決 尤其是三大火藥庫 無論是澳湖戰爭 以下衝突 和台灣 台海危機 這三個都是全球的重要的地緣 政治的板塊的衝突點 台灣未來要怎麼走哪條路呢 就視乎未來當選這個 賴清德政總統會怎麼做 同時對於香港 香港的難民移民的政策 會不會有所改變呢 也都要看回他之後執政之後的情況 我相信整個政策不會在美國 十一月大選之前 會有重大改變 無論是對港 或者是對全世界 對中國對美國的 因為十一月五號 美國總統大選 如果川普勝選的話 很可能會有新的政策改變 這次旁判奧來到這個地方訪問 是不是有這個必具重要的意義呢 尤其是明天他會有一個新書發佈會 就是叫做 絕不妥協 就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新書發佈會 那麼他也是去年 2023年年初發佈的英文字專裡面 將他翻譯成為中文 所以中文版最近出版 他都出席這個新書發佈會的 那麼除此之外 你會看到在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目前我想我講的這個方向 正前方的方向後面 就是立法院來的就是國會 國會 那麼國會就是會在5月21號 就是重新再開議 那裡面牽涉到 未經國委員會或黨團的情況上 通過的很多的一些 就是所謂的足條 亂那麼鑑粗那麼通過 不經討論不經辯論 通過的一些所謂國家 所謂國會改革法案 那這些改革法案 涉及藐視法庭序 也涉及到一些所謂國會國權的東西 國會要求總統去接受這個一對一的質詢 就是這些完全違反憲法的一些問題 因為行政院長去接受質詢 而不是這個總統 那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譬如說 一些所謂的調閱權 調查權 聽證權等等 這些都是相當擔心 會由一些由紅色勢力主宰的立委 分分鐘會調查一些 一些涉及國家機密的事項 這些令人憂心的事 會不會掀起新一輪的太陽花的運動呢 那我記得在5月17號的時候 那星期五 今天晚上硬闖 有六位議員受傷 那之後外面也有百多位 甚至幾百位的熱心市民 是包圍這個立法 不要說包圍 是立法院外面 國會外面聚集的 那今次看回 今天晚上和明天 就是521 520的晚上和521的整日 甚至是關鍵 我看到有些民間組織 已經號召在521當日 就是晚上 大家下班放學之後 基本上是包圍了法院 那我想這件事會怎樣發酵呢 眾所觸目 而且這一個也涉及到 在現在潮小野大三黨不過半的國會的情況下 台灣的政治要怎樣走向 那我們看回現場 大家依然看到 各個邦交國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這些邦交國的 他們的國旗就放在這裡 比如這個最近這些就是這樣 那兩個都是對稱的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 這條叫海達加南大道 那後面就是台大醫院 和這個國會的 即是立法院的 那旁邊也都有很多其他的人 在這個地方 那今年有幸 就是坐下來這個區域 就是正中央正對方 就是我想這個是重要 那各國的電視台記者 或者一些管地的傳媒 都在旁邊的就緒 那前面這個地方呢 我相信就是說 未來就會很多的 甚至是樂隊 儀仗隊 或者是一些禮炮名放的地方 我剛才在旁邊那條路上面 都看到已經擺了禮炮 72響禮炮會名放的 那我想很多新聞稍後會知道 外賓坐的地方 顯然就是在後面 就是這個地方是民眾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是民眾 但是後面的地方 就是我首次指的地方 兩個地方是外賓的 那外賓和政要坐的地方 那今屆呢就是 賴清德當選之後呢 國民黨和民眾黨 都不會派立法委員 就是國會的議員 在這個地方那裡的 那來的呢 就是基本上是 國民黨剩下唐宗市長 那盧秀宴和前國民黨主席 這個江啟臣 都是台中的這個 這個紅派的地方勢力 另外就看回韓國瑜 韓國瑜呢 也都會到的 那他是立法院院長 他要移交這個 中華民國之駛 就是肉駛的駛 又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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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前那些中華文化那些 現在有些車在地方經過 既然就是準備著到場了 OK 有警察在那裡幫著 那就是韓國瑜會到 那他是身為立法院院長 不得不道的 那另外就是 柯文哲分分鐘都會來 那但是他就 民眾黨的議員就不會來 OK 那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那首先報導到這裡了 那下午都會做一個 外面台灣電視電台的節目 就是這個新聞大播解 那今晚就會講解這個 520的就職演說 因為現在還沒有演說 OK 你看他講什麼 就職演說的內政 和外交事項 和對於台灣局勢 和全球政治的分析 那希望今晚大家可以 我會轉發到Facebook 和YouTube上面 希望大家就是到時候收看 那我講太多了 OK 希望大家呢 有一個愉快的 今天520 希望呢 就是台灣未來四年 國泰民安 也希望呢 在台港人呢 都能夠好地 落地生根 好好生活 也和台灣呢 一起共同奮鬥 這個地方 不是一個呢 絕對安全的地方 甚至可以說是風險處處的 但是正因為這樣 才是覺得 繼續有奮鬥的動能 OK 我們遲些再講 再講 後來 有